夫人 我觉得 我的头好痛啊 我的腿 也好痛啊 我浑身上下 都 好痛啊 浑身都痛啊 那回去睡觉啊 反正我先上床睡觉了啊 我先上床睡觉了 抓到你了 你看看 我们竟然还没有合理 就应该做一些 夫妻之间 该做的事情啊 你 别熟了 逍遥 心里欢喜却很傲照 天线你嘴角往上瞧 生活自有千百种纷扰 儿子可与你轻轻笑 啊 你就是我的一种人 你看你 多可爱 你看你 多可爱 还来 你去睡觉啊 你去睡觉啊 你别跑了 站那儿 干嘛对人家这么凶吗 夫人 来 来 来了 不接 你放开我 不接 你放开我 不接 你放开我 墨雪啊 夫人 您醒了 扶我起来 我这个头怎么这么疼啊 夫人 您不记得了 昨天您在荷宴上喝醉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然后奴婢不知道该不该说 你说呗 奴婢一直以为您不再喜欢侯爷 但是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您 您真 什么意思 昨天赫宴上 在众目睽睽之下 您就抱住了侯爷 说 他是您的 义征人 什么 还不止如此呢 您后来还跑到侯爷房间 是侯爷用棉被包着把您抱回来的 这是他的被子 这是他的被子 我的衣服谁换的 他不会是非礼我了吧 不不 是奴婢换的 是 夫人 您要 非礼 非礼侯爷 啊 侯爷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用棉被包着把您制止了 您回来之后 还嚷嚷着一样 跟侯爷睡 睡觉 折腾大半夜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 我要被他和多少珠子呀 对了夫人 刚刚管家送来一百两银票 说是昨天的贺燕从侯府的账上出钱 夫人 您看侯爷对您越来越上心了 说不定 您再能努力 就真的 能跟侯爷 好上了 哎呀 你瞎说什么呢 我现在一心只想着 只想着打开非晚上的销路 洗脱我毒妇的名声 哦 我没想过其他的 喝多了的事情不能算 哎 大家听我说 京城第一毒妇聂丧鱼 居然杀马吃肉 不是你看看他们说的是什么鬼话啊 杀马吃肉 我没有杀马吃肉 夫人 夫人 这人是胡便晾脏好吗 夫人 你小点声 你别拉我 我又没做亏欠事躲什么 夫人 你有所不知 这京城啊有个酸文邦 哼 就是一群没正式的酸秀才凑一块儿 要么诋毁别人 要么吹嘘别人 只要你给钱 他们什么事都敢说 什么事都敢写 哦 原来是这帮人 哼 那我不能胡说八道啊 就是啊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呢 哼 挣的都是昧良心的钱 拿钱办事 拿钱办事 这里面一定有蹊跷 哦 我去打探一下 好你个酸秀才 你别看我 我给你抓狂 坏 京城第一毒妇捏丧鱼 你滚 这就是京城第一毒妇捏丧鱼 我 他就是捏丧鱼啊 我不是啊 我不是啊 你真是他 不是我 就是他 哎呀 我是啊 但是我没有 你说京城毒妇 就是你 你就是那个京城毒妇 就是你 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你 你们听我说 不是他闹的鬼 那是他 你给大家说清楚 犯了 站住 站住 转过来 转过来 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 这又唱的是哪一出啊 我被酸文帮给嗨残了 哪个酸文帮 就是给人泼脏水的一帮家伙 我今天一到街上 所有人都在说我是京城毒妇 所有人都说我杀马吃肉 我觉得一定是林建兴干的 我不就是之前让他下不来台了吗 让全城的酸秀才都来黑我 我招谁惹谁了我 既然是林建兴在背后指使 那 有什么证据吗 有 但是他们不会承认的 好 那我知道了 放心吧 这事我来解决 这事我来解决 你